欢迎收看国际热线 我是刘亦涵 日本东北Let's Go 日本东北六线市特别报道 今天第二集 我们要为您报道的是秋田县 讲起秋田县 国人最熟悉的就是秋田多美女 其实恶母鬼怪也不少 秋田县最热闹的祭典 就是声波鬼节 每逢新历年跨年夜 当地人会扮成恶鬼 挨家挨户狂搜 好吃懒做的人 或不乖的小朋友 让除夕夜充满鬼爵气氛 秋田县位在本州西北部 面向日本海 冬季受到对马暖流的影响 总是鸡血深厚 不过冷归冷却物产风饶 秋田倒米在日本数一数二 把好吃的白米饭卷在木棍上烧烤后 再跟鼻内地基各式蔬菜 放进热腾腾的火锅中 就成了秋田美食 米棒锅 而春米棒锅得用秋田特有的工艺品 弯木桶 这种秋田山打造的器具 展现了日本传统工艺品的精髓 而来到秋田县得到哪游览呢 有小京都支撑的脚馆 有好几间武士大宅院 到处弥漫江湖时代的氛围 是赏音赏风的好去处 现在透过镜头 带您饱览秋田的风土人情 让主持人陈嘉宜和旅游达人史丹丽 带您去秋田县走透透 东北Let's Go 今天带您前进秋田县 首站来到脚馆的武家乌夫 乌夫是宅邸的意思 这里是日本江湖时代初期 武士的宅邸聚集区 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 1976年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 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护地区 有陆澳小京都支撑 同时提供了人力车 让你悠闲感受深秋时节的风红之美 两位主持人当然不能错过这个 体验江湖时代古老韵味的机会 谢谢 超级适合你服装的一个 交通工具 谢谢 这是这边的小黄 这里的小黄是不是 谢谢 多说 坐得下 可以可以你很瘦的 出发咯 出发 好 让我们参加 随着人力车夫的解说 穿梭在武士宅邸建筑群中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回到过去 这边是河原建筑群的宫邸建筑群的宫邸建筑群 1989年开始开放参观 堪称武家无福的代表性建筑 不只是展出了古代各式器具 让您一窥当时的生活形态 还可以透过公开展示的古兵器 体验一下当年武士们的威武气势 我们现在到清柳家武士的家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武器都是不能碰的 但是这边有一把片刃枪 就是可以让游客们亲自去体验一下 当时的重量跟历史的痕迹 很难得就会有这种 就是历史典藏的东西 可以让你这样把玩的 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史丹利刚刚体验了一下片刃枪 现在家也要来体验一下 这是一把清柳家的武士刀 穿着和服拿武士刀 这还蛮冲突的组合 不过可以看到这把武士刀不但 这个刀锋非常的锋利 而且在它的刀柄的部分 也有非常精细的花纹 像这里它就雕了一条龙 一个很吉祥的象征 我想也是希望武士们 他们可以出征的时候 都可以平安归来的意思 来到脚馆 除了感受武士的怀旧风情 还有传承百年的酿造老店 让你用舌尖感受传统风味 我们现在来到秋田县 一个很有名的安藤酿造园 安藤酿造是这边做酱油 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而园是他们创始店 所以叫园 他们酱油是从1853年开始做的 他们会有名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当时是把酱油 都送到京都 是御用的酱油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的有名 而且像安藤酿造 一个很特别的特点 就像是做酒的会很讲究水质 做酱油的同样的道理 安藤酿造他们讲求的 就是他们最使用的是 在地的浮流水 也就是地下水的意思 这水质是让他们最引以为傲的 而且他们也毫无避讳的 就这样子在这边设了一个 让大家可以来喝喝看 他们安藤酿造 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浮流水地下水 当家是1853年 日本人说是开英6年 的創業 是約160年前 創業 当时是 生机密恩物 先从酿造卫子起家 之后再增制酱油 店内商品琳琅满目 为了让客人适合 老店还贴心地 用热水稀释调配 装进热水瓶 冷冷的冬天 就像喝下热汤一样 暖上心头 而除了酱油味增 还研发出酱油口味冰淇淋 颠覆你的味蕾 哇 看看这个 它里面的成分 有这个牛奶 砂糖 当然还有酱油 还有酱油 真的 真的是有酱油的 对 颜色看起来 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稀释的酱油的感觉 有点淡淡的这种颜色 对 淡淡的感觉 对 试试看 很妙啊 好奇妙的味道 真的有酱油味 我第一次吃到冰淇淋 是有酱油味的 有点点酱油又有点味噌 可是你仔细品尝 它其实还是有那个 甘甜味的那种感觉 就会有运韵 对 秋田县的好米 不只是造就出 浓香醇厚的味增 为了锁住米饭的香 Q 更发展出品质精良的木制石器 嘉宜和史丹利 接着就要带大家 探访在秋田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铺 各种木制石器一字排开 除了便当盒 老店这几年也陆续开发装成清酒水果等石器 第六代继承人利盛俊二透露 店里产品采用秋田山木制作 不只是能保冷保温 还兼具稀湿的效果 用来装成米饭 能够维持香Q的口感 こんなね 素敵 お弁当箱は今日本では大変にブーム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ういうお弁当にね ご飯を入れて おかずを入れて 使いになったらね 日本という湿気の多い国でも 丸一日 全く炒めません だから湿気を取ってくれたら 大変美味しい ご飯に変わりますよという 純手工制作 充满職人精神 嘉儀和史丹利 也不忘把握机会 学个几招 明察暗房找到了 已经有50年老经验的 传统工艺室 佐佐牧爷爷拜师 贴心的佐佐牧爷爷 旧帕坊路出家的 嘉儀和史丹利 从白天做到黑夜 正赶着用热水软化山木 以便弯曲成圆 这就是所谓的博取木工法 制作便当的主体外框 接着再用樱花树皮 编织结合 これは山桜の皮です この山桜の皮 この引っ張る方向の力 すごく強いです ですからこれを使って これを縫うわけです 佐佐牧爷爷 精致的工艺手法 让人由衷的钦佩 接下来就看 两位主持人的了 好 那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 秋田这边盛产就是白米 好山好水种出来的米 煮起来香Q弹 所以秋田人 他们也很致力于 要找到一个东西 可以让煮出来的白米 它的风味可以得以保存 那用这样山木做出来的 会呼吸的便当盒 就让它的白米饭 加上这便当盒 可以相得于掌 对 没错 刚刚已经看到 我们理事长帮我们示范过 就是一种博取木的工法 接下来他就要教我们 继续制作后面的步骤 要做便当 佐佐牧さん どうぞ 好 每次都要教我们的 好 这一种博取木的工法 然后一种博取木的工法 用这个比较细的部分 这样做 这样做 一一次就不足了 完成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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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薑是老的辣 只見左左目爺爺三兩下輕輕鬆鬆 兩位同學也看得入神 不過光是塗膠就已經讓人體驗到 爺爺這手上功夫可不簡單 其實我覺得在塗的時候 最難掌握就是那個均勻的那個力道 不是很好拿捏 我覺得妳是故意講話弄的分手 我很專心在弄 但我覺得我現在有點進步 一個小時過去 兩個人七手八角塗抹黏貼 敲敲打打 只完成了便當盒底 這門傳統工藝一再顯示出 職人的細心和耐心 好 其實我們現在做大概就半成品了 就是便當盒的底了 但是師傅說要做到晚至少還需要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這樣太久了 等於我們等一下要吃東西 我們要去吃一個秋田非常道地的料理 對 而且我有預約所以不能遲到 那我們時間上真的有點改 那我們先跟周周牧先生說謝謝 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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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一轉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後面看到就是比較不像是會有高級料理的地方 對 但是其實這邊隱藏了一個很豪華的北秋俱樂部 對 這是秋田的道地的香土料理 切普音鍋就在這邊可以吃得到 哇 這也是內行人才知道的好地方 當然 那趕快進去品嘗 秋田香土料理切普音鍋 切指的是切段 普音則是日文米棒的意思 顧名思義就是米棒鍋 既然是米棒鍋 當然少不了所謂的米棒了 對 現在看到我們在火爐旁邊 我們真的不是在取暖的理由 因為我們是要來享受秋田最純正的香土料理 米棒鍋 這也是這邊當地最傳統的特色這樣子 對 那來到這邊的客人呢 其實如果你有特別預訂的話 就可以來親身體驗一下DIY這個米棒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也很榮幸邀請到的是這裡的老闆娘 史川小姐 石川先生要來幫我們示範一下米棒要如何製作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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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先把這個米 先把它稍微搗一搗對不對 這樣 搗一搗 請 交給壯丁 果然是本身才比較適合 挺 很難 在這個搗的過程當中 他是要先把這個白米 這是這邊秋田的特產 要把它稍微搗到有一點像是麻糬 但又不太像是那種軟軟的樣子 會稍微也是可以看到米的那個顆粒這樣子 感覺我好像一個玉兔的 在月球上倒一樣 大碗工的米飯倒到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再裹到木棒上頭 像是米長的米棒 炭火15分鐘的烤制 烤到外酥內Q刷上味噌醬 就是米棒鍋的第一吃 香烤味噌米棒 怎麼講 好好吃喔 你知道因為那個米飯 烤過之後 有一種那種 一點點那種過巴的感覺 對 有一點脆脆 但是因為它米本身又很有黏性 然後加上那個味噌 非常的完美 好 換我來開動囉 是 我吃… 它外表有一點焦香焦香的那種感覺 但是裡面又很Q 它有點像是糯米腸 但是它是白米做成的 然後再刷上這個味噌醬 它就有一點鹹味上去 就鹹香鹹香的這樣子 好吃… 感覺就很厲害 接著才是中頭戲 米棒鍋 それでは今度はお鍋にして 食べてみましょう 好香喔 這味道有點像 壽司燒的那種感覺 對 壽司燒的那種感覺 では これには糸こんにゃく ごぼう そしてまいたけ ネギ で 鶏肉が入ってます 今度ここに 炭包を入れていきます こうやって 巻きまして 對 放到… 還要先稍微白炭一下 不好 鍋子裡面去煮 日本的香菜 牛棒等 還有來到秋田縣必吃肉質滑嫩的 筆內地雞 以及吸爆香甜高湯的米棒 讓人停不了口 你有沒有發現 除了我們這個碗裡面 通通都是當地秋田的物禪以外 這個碗就是我們剛剛做便當 和一樣的那個木碗耶 對 真的 那個山木做成的 真的 這根本就是整個都是一個秋田set的 濃濃的秋田風味 對 但是可以請妳吃快一點吧 要趕快吃喔 對啊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去 惡魔館變身 那我要趕快吃完補充體力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要帶大家去惡魔館玩 拜拜 東北 Let's Go 接下來要帶我們去哪裡 我們現在在秋田縣南路半島的 聖波鬼博物館 那我們穿成這一身打蛋 顯然就是聖波鬼了 對 沒錯 那有什麼典故要告訴我們史丹利 其實這個是南路半島幾百年來的傳統 就是在除夕的時候 然後那邊的人都會打扮成像這個樣子 戴上面具 然後再穿上這個稻草的縮衣 然後去每一個家庭下小朋友 就問他說有沒有乖啊 然後有沒有聽父母的話 那如果不乖的話就會嚇他 但那個父母就會快點把年糕啊 然後菜養然後送給那個鬼吃 這樣 但是那個鬼離開之後 會掉一些吊草下來嘛 所以掉一些吊草下來之後呢 那個父母就會把那個稻草撿起來 可能綁在頭上啊 掛在門口啊 然後拿去泡澡 來祈求小宅解惡祈福這樣 對 其實這個祭典呢 每年是發生在他們的除夕 也是藉此要提醒大家 就反省過去一整年的作為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趕快帶大家去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聲波鬼節囉 快 Yeah Yeah 聲波鬼 聲波鬼博物館裡 上百尊一百五十種 情態各異的聲波鬼面具 張力十足讓你大開眼界 來自南陸地區的古老民俗 聲波鬼節 難以追溯 氣源於何時 但相傳每年12月31號的跨年夜 聲波鬼就會戴著面目猙獰的面具 穿上稻草編織而成的衣服 挨家挨戶的告誡 要努力工作認真讀書 違反者統統抓緊生理 而這一段古老傳說 博物館旁的南路真山傳春館 直接演給你看 從大 called 將牙arespace 門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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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тот 南牡羊は七八百年前から地方で伝承されていた行事です 南牡羊は大晦日の晩日の晩日に来ます 一年間無事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 来る年も良い年にありますようにということで 光年満作 海では大量祈願してやって来ます 高い音や叩いて大きな声を出すのは 那一年一年間的悪霊、溜まった悪霊を追い払うという言い伝えがあります 一年一回山から佐藤沙を追いでこねばな 怠け者、まだ悪い病気も流行れば困るから 疲れ払っていくからな 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ことです そうか、喉渇いっぱい 根据名冊典人家中的懒惰鬼 為了平息生波鬼的怒氣 那戶人家都會準備好酒佳肴還有年糕蒸袋 恳求生波鬼別抓走家人 另外還有此一說指出生波鬼是為了祝福新年來訪的神仙 如今這樣的行事還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的無形民俗財產 而在體驗完南路的風俗文化後 家儀和史丹麗接著要帶大家用烏龍麵壓壓驚 稻田烏龍麵做法上來是一子單純 而且是絕不傳外人的 直到第七代的傳人才決定 將這個秘密的做法大公開與大家分享 對沒錯而且現在一般遊客也可以來體驗他們製作烏龍麵的過程 他們就會教你如何製作他們代代相傳的烏龍麵 我們就一起來體驗吧 好 我也迫不及待了 走 由佐藤極左衛門 創始於1665年的老字號烏龍麵 原本是單純不外流 直到西元1860年 因為擔心單純致面絕活恐將失傳 才打破傳統 同時也傳給第四個兒子佐藤楊柱 1887年被宮內省指定為 禁貢皇室的御用麵 歷年來獲獎無數究竟有什麼樣的秘訣 嘉義和史丹利趕緊來體驗看看 成功範圍 一格生命她為三人 像老道的致面师傅 三两下轻轻松松 嘉宜和史丹丽早就等不及 要亲手体验 刚刚师傅手那么快 你有看懂吗 超难的 对 我也觉得蛮困难的 不知道怎么完成 但是就是还是要试试看 好 不是总会知道的 那开始 开始试试看 从面条的搓揉 吊挂 一直到缠绕 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小动作 及时考验着致面者力道的拿捏 原来我是做乌龙面的天才 我都不知道 小当家 对 看来我小时候学过纸粘土 是完全没有快上用场的 因为还是很难 在师傅的耐心教导下 嘉宜和史丹丽很快就抓到诀窍 只不过这只是第一道工序 缠绕完的面条 一个小时的静置熟成后 困难的考验还在后头 切開 你做得好快哦 切開 你做得好快哦 切开 你的做得好快哦 切开 切开 好 看 你做得好快哦 这一连串动作还真是让人手心冒汗 生怕一个不小心 面条会被拉断或是破碎 这还只是给游客的小小体验 正宗的道亭乌龙面 光是炙面就得靠使三天 一番大きな違法といいますのは 伊南尼亚丼は3日間かけて製造していきます 最終的に乾面に仕上げ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3日間の工程をかけて熟成しながら 少しずつ伸ばしていくことで 最終的に乾面にしていくんですけれども 乾面にすることで独特のツヤっとした 表面の輝きですとか 3日向来反復地延展 碾压 乾燥 熟成 经过一連串繁复的工序 才能打造出这名文侠耳的美味 你知道在日本全国有三大乌龙面 一个是香川的战旗乌龙面 一个是群马的水泽乌龙面 然后一个就是秋田的稻田乌龙面 这样難得的机会我们今天就来到了 稻田乌龙面的本店 但我想知道这个稻田乌龙面 跟你刚刚提到的那两种乌龙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其实因为秋田这边天气比较冷 对 所以他们稻田乌龙面 就会在制作过程中多了一个烘干 然后就可以让乌龙面可以保存的期限 变得比较长又比较久 尤其这个稻田乌龙面 传承了150年 向来都是进贡给日本天皇的珍品 今天就透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要带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 面体不同于赞旗乌龙面的柱状 或是水泽乌龙面的扁平 稻田乌龙主打细面 吃法上则推荐冷式粘面 吃出Q10弹牙的口感 因为那个店员说 一定要快点上来的时候马上吃 所以那个半面会硬掉 所以我就不管你了 我要直接吃了 好 但是我要先带大家来欣赏一下 这个像艺术品般的面条 它有淡淡的这个黄色 这个乳白色的感觉 然后晶莹剔透的看起来很有光泽 那再搭配有两种酱汁 一个是这个酱油 另外一个叫做胡麻味噌 两种不同的风味 建议会先从酱油的开始吃 怎样 如何 超有咬劲的 超有咬劲的 真的 然后因为那个酱油味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所以是很清爽的感觉 那我来试试看胡麻的感觉 保餐一顿过后 两人接着前往农家民宿 拜师学习快要失传的女儿节甜点 好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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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手中现在这个甜点呢 外形看起来蛮纯樸的 有点像是台湾的碗粿或是肉丸 但是又放在粽叶上头 但其实这是秋田当地 一个相当香土味的一种甜点麻糬 而且是每年当地的女儿节 都一定要吃的甜点喔 对 而且重点是在秋田这个麻糬 其实这个手里已经快要失传了 所以我们这次都请了一个藤井的阿嬷 来教我们如何重现 然后如何做这个麻糬 阿嬷今年66岁了 我们来欢迎藤井阿嬷 不记忆掌 多做 好 来一根根本 这一根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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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本 然后再加上这个盆 这个盆 再加上这个盆 这个盆 再加上这个盆 这个盆 这样 这样 出炉 大口咬下 外皮软Q不黏牙 那一层 红豆腺则是甜而不腻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其实来到秋田 也能选择农家民宿 不但体验农家生活 也能大胆乡土料理 当然 除了必吃的美食之外 还有必看美景 也不能错过 位在日本秋田县先北市的田泽湖 是日本最深的淡水湖 平均水深280公尺 最深达到423.4公尺 湖畔所设的少女雕像 来自于一个传说 相传一名面貌绞好的少女陈子 为求永远青春而喝下大量泳泉 最后幻化成龙 成于湖底 也从此变成了田泽湖的主人 而湖畔这座陈子像 为二战后的代表雕刻家 周月宝武的作品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秋田县的田泽湖 这是东北的三大湖之一 也是日本第一生的湖 这边在日落绝景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 重点是在跟我们的高雄陈子 是好姐妹 因为这样就是姐妹湖 而且科学家还曾经推论说 这个田泽湖以前可能不是湖 原本是一座山 而且还是一座火山 在火山爆发以后 把这里炸出了一个大洞 所以才形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湖泊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这样来的美景 就要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了 东北Let's go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